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这个今天是继续再来看这个 那未来当然还有其他的 这些相关的范例 这些相关的范例呢 在云端上都有答案 那不过有一些比较难 我可能会先跳过 之后回来再来看 那就是会先从第一阶段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再来就是玩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综合练习 反正就是在这个范例档 另外可能会延伸在 就是补充的也许 我们上课那个468招 那个书里面 我会在里面再 也许再找一些 可能其他的范例做补充 那今天的话 一样就把这个范例先打开 那上个礼拜 我们主要是REPT 这个范例里面的答案 也许答案你在云端上 可以看得到 LAPT 这个可能有些地方 你们自己在练习 主要吴先生 张小姐 张女士等等 那RITE 然后再来就是LEN 加一个MID 这边的话有算长度 这个是否正确 性别怎么抓 OK 再来就是综合练习 那综合练习 我们好像还没讲到这边 函数应该还没讲到 有吗 那函数部分的话 我想也许我们有两种解法 那如果上个礼拜东西 你要再回顾的话 其实在云端白板上面都有 所以我们函数的解法 有一种 这种 这个应该有讲 然后再另外有一种是用那个TES 这个比较简单 OK 两个解法 那当然如果你要把这东西 假设你上个礼拜没做 你可以把那个云端上面的公式 其实可以什么 可以直接在这边贴上 打个勾就可以了 打勾就显示出来了 自信 那这怎么做 上个礼拜的影片也有了 所以我就不再重讲了 如果你要回头了解的话 其实这边的最下面一个影片 你点进来的话 会是一个清单 那你就把这个影片点进去 直接就可以看了 那一般当然你可以 要不就是配合快转 其实有些人 你就按那个箭头向右 你在这边可以快转 往前快转 然后往后快转 倒带 其实你可以左右键 我发现在网路上学习 真的蛮方便的 你也可以跳过去 这边我听过了 那我就跳过去 那如果听完之后不懂 没关系再跳回来再继续听 OK 那当然你手机上也可以 如果你手机有连接 就是有这个清单 你也可以耳机一带 你也可以随时就可以学习了 甚至有同学是直接就是 甚至他把那个影片 连接到大的电视 他有就是手机可以连电视 或者那个有些电视 本身就可以连网了 连YouTube 他就直接在客厅学习 然后很舒服的坐在沙发 再上重新再上一次课 所以他跟我讲说 老师你这很方便 而且我很享受 他说有时候放假没事 他喜欢在客厅里 听我上课 听 这是还蛮不错的 至少比你去看一些 像现在很多那种 什么正论节目 一直一开始骂弯骂 骂骂骂骂 HP 上课比较实在一点啦 因为这东西都无法取代了 因为有些东西你没办法改变吗 卖人� потрясper R 你就是只知道就好 知道了 接下来也没办法 也许你就是专业部分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VBA VBA部分其实这个地方 会需要输入一些公式 上礼拜有讲到IEPT 这一串 或者TES 假如说我今天 我希望有几个方法 VBA到底能够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样的改变 基本上它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 就是一键完成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个范围清除 我可以写个清楚的VBA 加个按钮按下去 它就全部清除了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结果输出的话 我这边有个门号 按下去 全部就完成了 OK 所以它的第一种形式 也许就是按按钮 OK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的所有工作 你就把按钮做出来 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有很多地方 就要按按钮 按完按完按完 有时候会减少你很多的工作流程 尤其是常态性的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那当然你就把这个按钮做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VBA里面 那怎么把按钮做出来 其实很重要 OK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不是用按钮的方式 第二个你可以用什么 插入一个函数 那插入函数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所谓的 使用者定义里面 会可以定义出手机函数 那这个手机函数呢 它主要是针对工作上的需要 像这边有没有 一个萝卜的坑 把需要的东西给它之后 它会返还一个结果放在这边 也就是你给它 一二三 这个是你给它的 它给你什么呢 它给你最后的结果 会帮你把它返还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所以这个叫制定函数 前面叫做内建函数 内建函数是 Essal本来就写好给你的 但是很多工作里面 你需要的函数它并不存在 那怎么办 你必须要自己去定义 叫做制定函数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按确定之后 结果就出现了 那你顶多是点它两下 让它自动填满 那你的工作当然会更流畅一些 至少比你刚刚下一堆的公司 来的简单许多 这个是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是说 后来 就是说我做完这个刚刚的 插入手机函数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你刚刚选三个 你可不可以不要选三个 因为我们工作这边连续的嘛 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范围 所以后来我就定义另外一个叫手机范围 后面多两个字 那只要一个格子 就是电信业者范围 那你就这样 直接刷一个 刷三个给它 它会抓进去就是一个阵列 特别说 在那个Excel里面 如果你给它一个范围 它抓进来 它就是用大瓜来表示 这个就一个阵列 那中间加豆点表示 里面有三个资料 放在一个阵列里面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怎么样 接收到之后 我们自行来切割 因为有三个嘛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把第一个切出来 放在前面这边 第二个切出来放这边 第三个切出来放这边 然后中间格式我再加上去 再把结果返环过来 结果也可以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 那这样这个方式 效率更高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直接刷一次就好了 尤其是你在大量资料的时候 不然你很多格子怎么办 你干脆刷一下 就直接全部进来了 这样的话呢 其实做起事来 会更加得心应手 OK 那就两种形式 所以第一个按钮 第二个是制定函数 这两种是VBA里面用的最广泛的 OK 大概你只要把这两个学会 这两种形式学会 并且用在工作上 我想你应该已经够了 目前VBA大概这样子 就可以节省你蛮多的时间了 你就不需要重复再做那些事情 那接下来来看 怎么样去做 第一个按钮怎么做出来的 那程式会不会很难写呢 其实各位也不用担心 程式基本上没有几行 但如果你要将来你要试的话 其实我已经把程式写在云端上面了 所以其实刚刚我 我为什么可以 其实本来没有这些啦 我其实我只是做复制贴上的动作 程式就出来了 Ctrl C嘛 对 然后在我的V就 这个 Ecell里面把VBA这个画面打开来 贴上去 再做两个按钮 再插入函数 其实就好了 所以未来至少 你要学写程式 至少你会 你至少要学会复制贴上 贴到哪里 这个很重要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BA怎么撰写 一 请各位 注意一下这个开发人员 这个开发人员标签 你们现在的电脑里面 是没有的 它预设是不会打开 你必须要 自己把它开起来 所以记得预设是没有的 那在哪边开 记得在上面有一个机关 这个很小的一个小小的箭头 请你在点击什么 其他命令 那其他命令里面呢 就会有那个一个 可以让你选择的 叫制定功能区这边的选项 请你把开发人员 本来没打勾 请你把它打勾 OK 所以制定功能区里面的开发人员 打勾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显示出来了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 那这个开发人员的 这个页面出现了 这个时候你当然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你已经成为开发人员了 不然你怎么 你打开来 表示你要成为一个开发人员 那就进阶的功能就在这里 另外其实 那之前有同学会来学习 我有问他说为什么来学 因为他发现身边的同事 每个人的工作 以事有里面都会有这些按钮 但是他没有了 所以他想来学一下 这个按钮怎么做的 另外如果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实同事里面 假如你以事有里面有开启 这个页面的表示 他应该功力跟没有开的 其实感觉应该会有差 所以也许你平常可以 瞄一下同事 你的画面上面 以事有没有这个开发人员 如果没有开发人员的话 那其实表示他应该 已经落后了啦 说真的 而且这已经成为风气了 就变成说你有跟没有 其实还是有个落差的 你还要有心理准备 不然的话真的 就像说你不用城市来撰写东西 你要做土法炼钢的事情 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慢慢要有一种觉醒 而且未来像 可能电视上常常看到 什么未来什么大数据 物联网 还有机器学习 像最近常常看到 什么机器人一堆又跑出来了 而且这些机器人 可能会慢慢取代你的工作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做那些重复性的 制造业的工作你可能要觉醒了 未来台湾慢慢不太需要这样的人 需要的是 背后去设计这些东西的人 会为主了 OK 做一些重复性的事情 可能越来越 可能会慢慢越来越少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开发留言打开之后 那要怎么做城市的撰写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说 请你点开这个 叫 Visual Basic 其实VBA就是VB 加一个A A的话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其实就是 现在那个APP的缩写 其实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是应用程式 它的全称就是APP CATION Application OK 所以就是Visual Basic Application 简称叫VBA 那这个Application 意思就是说 用在哪里呢 用在Excel里面 主要就是在 这个应用程式 是应用在Excel里面 那当然其他还有一些 什么 其实什么Visual Basic 简称叫VB 什么什么 Danets Danets 那个其实就开发什么 开发其他的 开发Windows 4窗的 目前这个越来越用越少了 好像VBA用的比较多一些些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Visual Beta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你们等一下第一件事 请你怎么样 先把这个视窗 稍微缩小一点点 它可能打开来之后 是全螢幕全画面 对不对 那记得我的习惯是 把它稍微缩小 你可以这样缩小 或者从这边缩小一点点 然后把中间这一条线 拉过来一点点 让这个我们设计的画面 最大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习惯 撰写程式都是一边看着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再来这边撰写 告诉他说 我要做什么 那打开之后 记得 我先把这个移除一下 因为本来这个地方 是没有 没有一个 这个模组 请你把他往下拉一下 你第一件事情是 开启Visual Basic 稍微把它缩放一下 第二件事呢 请你注意 在这边叫做专案总管 请你在专案总管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 也就是未来 你要撰写程式的话 一定需要一个模组 你如果没有模组 你就没办法撰写程式 那 其实直接在这个地方叫专案总管 直接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就可以 那我们插入模组之后 接下来呢 就可以开始撰写程式了 程式呢 基本上就是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模组打开来的 这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文字编辑器 就打在这个白色的区域里面 那当然这个开跟关 记得喔 这边可以关掉 那如果你要再开这个模组 点它两下 也要打开了 OK 关掉 打开 那程式基本上 就是直接写在这里 那当然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把云端上面 这三段吧 假设你把这三段复制 贴到这上面来的话 其实程式就写完了 那写完你可以什么 有没有放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这边 这个叫门号 有没有 sub 门号 执行 清除 那这个function的话 你插入就会出现了 那我想你先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教各位 这篇程式要如何撰写 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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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